位于赤道线上的马来西亚,四季如下,地理位置优越,许多国际航空都有直飞航线往返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各大城市,因此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家园首选。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是马来西亚政府主导的计划,让中国及世界各国的人民通过无限次入境签证与社交签证在大马长期居住。 此计划的参与者在首十年后可以更新社交签证及无限次入境签证。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生活是非常好,不管它的吃、住、行、玩都很好。 孩子他们很喜欢马来西亚,所以他们也很适应这边的环境。 我的班级里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不同的语言交流。 我喜欢的活动是演讲,我曾经参加过三、四次演讲比赛,获得了两次冠军。 马来西亚提供完善的教育制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不同语言源流的学校供选择。 其中包括国际学校、中文私立学校以及享誉国际的大专院校。 我太太在网上发现了一个MM2H的教育制度,所以开始与有关的报名联合。 那后来就变成了我们2004年来到,就正式申请这个MM2H。 香港来说,这些人经常都很忙碌,走来走去忙,走路都比人快。 这儿就很休闲,放松,那些人就朋友很多,就是人情味那方面很好。 来到这里,马来西亚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退休人士来说,在一个开支方面,我可以省得很多。 然后就算是去看医生,那你去一些小事,你去看医生,这里都是很便宜的。 马来西亚拥有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专业的医疗服务与合理的收费,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亚洲医疗保健的首选之一。 来到这边就觉得这边的人特别的善良,特别的好客,然后对人都很有包容力,很有耐心。 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舒服地住下来。 那我自己本身是华人嘛,那在这边呢,同时呢,也可以深深感受到,华人在这边很用心地在经营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统。 我以前从澳大利亚的传统。 我从澳大利亚的传统。 原来我们从澳大利亚的传统。 从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我们从澳大利亚, 非常常常来的。 那我们过往五年之后,每次我们回到澳大利亚的传统。 每次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它们身边的暴力, 还会变得更加困难。 we bought an old shop house and renovated it.It's now a very comfortable home and we're very happy to be living here. Maybe not everybody realises how lucky they are here to have a country that's very safe and very peaceful and none of the peculiar infighting that goes on in so many other countries amongst different races and religions and so on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big attractions here plus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and they do their very best to make you feel welcome 我的第二家园计划至今已经吸引来自120个国家的15762人参与其中有3718人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 他们有的是为了避开沿夏或寒冬 有一些是来享受退休或半退休生活 有一些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而有一些则选择马来西亚作为事业和生意的发展基地 大马这边的环境来讲整体我们一定是住在吉隆坡的游客区 这一带布吉丁当这一带感觉这么多年来我是很安全的非常不错 来到大马的这段时间主要他拿这个第二家园这个非常方便 近处境尤其是这样子经商我们来在投资方面非常方便 机会啊这边马来西亚经商的机会很多 这样子我感觉是这样子的然后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往这方面经商的人来到马来西亚是非常好的 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可购买平均价值马币五十万令吉的住宅 房屋价格会因地点而有所不同 就说房地产方面的哈 我们来到这边呢主要是居住在吉隆坡这些比较高档的一些房子 那么根据其他大城市大陆的 当然这边的价钱呢我是能够接受很便宜很满意这样子 很奇怪还有一个老外把马来西亚用中文介绍一下 有好几个原因为什么我特喜欢马来西亚 一个原因是山水 因为这里的风景很美 因为这里的风景很美 第二个原因有很多好吃的有很多风味 有中国的菜有印度的菜有马来西亚的菜 所以这里的是很丰富 虽然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家 但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马来西亚公民 都可以自由地实践个人的宗教与风俗习惯 直到马来西亚全年都充满节庆的欢乐气氛 特别是保存完整的华人文化风俗 让中国人特别有亲切感 马来西亚各种各样的民族觉得很安静很舒服 可以说他们的本里的花 可以说中文英文没有什么样的障碍 因此我希望你们也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世界著名的度假圣地 让人叹为观止的大自然景观 乐趣无穷的主题公园和娱乐设施 让日子充满欢乐和精彩体验 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以及完善的交通制度 提供通往国内外的交通便利 我住在Rankawi 我来到Penang 我可以去KL 我可以去Bangkok 这就是为了我们来到Malaya 那是其他大事件 因为我们在每个东西 我们半辆到澳大利亚 有沙巴 有沙拉瓦 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Singapore 它在每个东西 都在每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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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最完美的 马来西亚享有购物天堂的美誉 宁可在购物商城 购买世界各地的名牌产品 马来西亚 我已经来到了9年了 在这里我感觉到有最深的 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 和马来西亚的气候 马来西亚的食物 使我感觉一一不舍 所以我把马来西亚作为第二家人 马来西亚的人民环境很好 它有一个多元种族的文化 马来西亚的食物呢 我也接触很多 它的食品比较豐富 马来西亚的天气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热了一些 但是空气很纯净 环境优美 这是我选择大马的一个 最大的理由 马来西亚的保持的中华民族的东西 比较纯朴 比较浓厚 这是我来的感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马来西亚的节日气氛比较浓厚 因为有些在中国 你找不到的节日气氛 在这里面找不到 还有一个 它是一些中族家族的一些 那个聚会啦 或者说那个社庙的 比较独威胁 给你感觉这些民族文化 比较浓厚 马来西亚的餐厅美食 融合多元种族文化 以及各国风味 让你每一餐 都能有不同的选择 大概四天一星期 我会外出吃饭 跟朋友们 去各地咖啡店 你比较多吃 因为那是比较浓厚的 最后一位 就是 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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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 是25% 的 货币的 货币 货币 两个月之后 我开始搜寻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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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e门 货币 公里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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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柿市场是很棒的 你能买到每个都你愿意 从鸡 肉 牛 鸡 鸡 新鲜和野菜 它非常新鲜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美的天堂 正在这边挺好的 大家放心来这边投资吧 我希望有更多中国人 上海人到马来西亚来出席 第一家女之外 欢迎中国的同胞们 有机会来马来西亚参观 更希望马来西亚的这个 第二家计划 希望你们更多的了解 来到马来西亚 作为真正的第二家园 在马来西亚呢 它的气候非常舒适 风景也美丽 空气又好 那又没有天灾人祸 它其实是一个居住的 很好的天堂 可以说在这里退休的生活 的质素可以比在 其他地方高一点 希望多些香港人 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 来这里 因为这里真的住得很舒服 我已经住在马来西亚 有一年 我特别满足 特别高兴 我请中国人 大家来这里 看一看 你们也很高兴住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